大家好 我是门瑞 这两天我做了很多和习近平相关的视频 然后有人就留言 就反对我的观点 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 习近平现在已经完全掌控军队了 他有军权 其他的官员也不能做什么 门瑞你对中国的政治还不太了解 你就洗几睡吧 然后我看到这些人他们的观点 就让人能摄像到一些场景 就是好像习近平这个军权 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 比如说在会场上有一个官员 稍微体现出了对习近平的不尊敬 或者是对习近平的意见的不同意 马上就有一批警察也好 或者一批军队就进来了 然后把这个人当时就带走了 拿下了 就在习近平的一个眼色之下 这个过程就这么完成了 或者是有一个元老在家里面 就是说了一些习近平的坏话 然后比如说不支持习近平的连任 马上习近平给丁薛强一个眼色 然后中央纪文局派人 第二天就把这个元老给抓起来了 好像我觉得很多人对于习近平的权力 就是这么理解的 其实是这样 就是中共它再怎么坏 它还是要遵守一些他们内部的政治规矩的 你不能这么玩 你这么玩 整个基础就要混乱了 你知道吧 这体制就坚持不了了 而且就是说 谈到说习近平完全掌控权力 这个定义是什么 这个界限在哪 你应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军队的权力 这么说还是比较合适的 比如说我也赞同一点 第一点 习近平他能坚持一个对军队的控制的一个底线是什么 就是说军队不会反习近平 不会在短时间内反对习近平 他能保证军队他不是反对我的 这个我觉得他能做到的 在一定时间内 往后咱不敢说 目前他还能做到 再或者说 对吧 比如说真的 有人在大会上比如说就直接喊出口号打倒习近平 习近平必须下台 习近平是千古罪人 但是这种事情 他不一定能出现 比如出现这个事情 那习近平可以把它拿下 或者是有的人真要在习近平的哪个场合 对习近平的人身安全 都进行图谋覆轨 或者是真的有人串联一些什么军队武警 要搞政变 那这些习近平他还是可以做到了 就能够把你们拿下 这没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些权力上 他还是有的 他在这种程度上是能控制军队 但是目前的情况 人家体制内那些官员 他不会这么做 就让我想象 比如说他有这么一个场景 开会了 就有一个人 比如说我元老也好 有一定年纪的一个官员 站起来就说了 这十年 习近平同志 对吧 历经图治 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在反腐 从严治党等方面 做得非常好 我们也坚信 习近平一定会坚持 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 一定会 对吧 尊重邓小平提出的集体领导 等等 这不是我就学的 我学的不一定像好 人家把这套话说出来了 就把党的规矩 就给你摆出来了 这个时候好 你习近平派一堆人马进来 把人抓了 这合适吗 如果不止这一个人 比如四五个人 五六个人 都是这个意见 人家也没说你不好 人家说你好 但人家就按着 就说你这套东西不行 那你怎么抓 你真能抓他们吗 我觉得在体制内 习近平哪怕是在有权利 这个你是做不到的 我感觉 那好了 我讲到这 有人就会说了 有人敢这么说吗 对 开会的时候 现在中国官员 都是软骨的 有人敢站住这么说吗 这个问题问得也很好 我觉得可能以前 有些官员 他心里有不满 他真不敢说 现在整个官员 中共官员 真的是都是胆非常小 不敢说 但是到今天 这个节骨眼 他们不得不说了 他们不是说都有影区 就是已经被逼到 这个墙角了 不得不站出来说了 他们也能看得清楚 对吧 现在人家美国 把你习近平 习这个姓 都放到轴心法案里头了 对不对 明天真要制裁起来 我们辛辛苦苦 一辈子 他们腐败攒的钱 全都泡汤了 在美国也好 在瑞士也好 我们的孩子 都在外面了 对不对 这事可不能再忍了 对不对 一定得站出来说两句 不管怎么说 得说 就像以前我举的一个例子 习近平在那里开车 大家都坐在大坑里 大巴里 对不对 习近平一脚一个油门 往前面悬崖里面开 你说这些坐车的人 他不得站出来制止吗 对吧 赶紧停 别加速了 他得站出来说 离这个悬崖边 越近 这些人越急 对不对 而且这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 开始的时候 有几个站出来说 习近平你别加速了 你停一停 他们可能胆子还很小 说的也是很害怕 对吧 慢慢前排后排 后面都在说 习近平你停下来 现在不能再这么开了 开始大家都很胆小 发现站出来说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就彼此互相撞胆了 原来你也这么想的 你也这么想的 对不对 大家就全都站起来了 声音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有点自立的 就开始说了 习近平你赶紧停下 别开了 对不对 可能这态度就出来了 是吧 那好了 军队的那些高级将领 也在这个车上 大家不要忘了 对不对 他们穿上这些军装 他们是什么将领 他们拖下这些军装 他们也跟想法 跟这些其他的官员 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这些 贪污腐败的钱 也在瑞士银行 也在美国 他们的子女 也在外面 对 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个时候你说 习近平反正加速的 要往悬崖边上开了 然后军队的官员说 我们要坚决拥护 对吧 习近平往悬崖上开 对吧 他自己在车里那边 他也在车里 他也害怕 习近平这么做 是保习近平自己的权利 这些人 军队这些人考虑的是 自己的路位 和自己的荣华富贵 包括他子子孙孙的 荣华富贵 都是一个概念 对不对 什么叫权利 权利大家听你的 你有权利 大家都不听你的 你就没有权利了 那你怎么让大家听你的 你得给人带来好处 对吧 特别是在这个体制内 你要没有 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我是翻脸比翻书都快 对吧 我表面上不敢烦你 我就 对吧 不听你的 我就 对吧 就是变相的执行你的 这个规则 对吧 执行你的命令 是不是 从去年不就有这样的声音吗 这个就是军队 不就提出来吗 对这个 那个外交部提出抗议 就你们这战狼的声音太高 对吧 你们要是把这个事情搞砸了 我们才不管呢 军队不有这样的声音吗 包括这个解放军报 就是报道的那个 明朝多门之变 对吧 我们要中立 就基本都是这个意思吗 都在算计自己的利益 是吧 所以你说习近平 你要不能给这些带来意义 这些人 他们马上就翻脸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我强调的是 一个常识 就特别在体制内 以利益为中心 大家思考问题的 一个基本的规则 你习近平 现在顶多你也就是能够保证 就是说 军队不烦你 或者是你能保证 对吧 就是你自己的安全 这个习近平是可以做的 但是其他的 这个真的很难说 很难讲 人心一变 大家都不听你的 你就 立马按就完 对吧 你就说习近平掌控军队 这两年 李克强 对吧 一直跟习近平对着干 你能把李克强怎么样呢 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对不对 你说你掌握军权 完全掌握军队了 你连让他小声说话 让他不说话 你都做不到 你说你还能做到啥呀 而且现在李克强的声音 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军队 你说他完全掌握军队 他是怎么掌握军队的 对吧 当年 对吧 毛泽东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七千人里面 可能有人要反对他 那他直接在外面 把军队派几个连 对吧 几个营 几个团队 外面住手 住手着 谁敢说我的不是 抓起来 对不对 那你就不会出现 他最后的什么 就还要道歉的这个事 是不是 然后他最后和林彪 就联手 他已经绝对掌握军队了 直接派这个人 直接把刘少奇抓起来 不就完了吗 何必那么复杂呢 所以这个事情 就掌握军队 完全掌握军队 这个概念本身 你说完全掌握军队 他概念本身 就是一个伪命题 你知道吗 他里面 它是有相对性的 它一定程度上 特别是我一直强调 习近平现在你做的这个事 是和中国的14亿人 全都是在对抗 老百姓也不同意 对吧 军队也好 包括政治局的人 对吧 高层的人都不同意 谁都不同意 甚至国外的人都不同意 你说你能坚持多久 到这个时候 你还在那喊 坚持 总方针不动摇 谁知道呢 反正是 我不知道 总有人说 我这个思路不对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很自然的思路 就来讲这个问题 对不对 不就是这样 你说你一个人 你怎么坚持 你触动了所有的人的利益 你动了所有人的蛋糕 然后你还想继续连任 然后你还想不改变 还要坚持自己的一切 都是正确的 这个谁知道呢 反正是 这是我的看法吧 仅供大家参考 好 今天先聊这么多 这一集 先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嗯 谢谢大家